珟琦 其实会有这个想法是在今年初 看完北市的美少女的美术史以后 就一直想要做一个 尊重呼应的kия part 2的展览 大家也都有讨论到这个 符號跟歷史脈絡跟文化象徵這個異體 好像我們開啟了一個開端 可是後來我們要討論我們台灣 自己的符號的時候 還沒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想說可以趕在下半年 可以做第一次的連展 那它會是三部曲的第一部 楊一香呢其實是我在還沒有開畫廊之前 在台南新藝獎就發現的藝術雜 在籌備畫廊的期間 邀請了他來石方做了第一檔的各展 他畫裡面的線條跟縫線 其實是處理一個空間的氛圍 那這一次展出的作品比較特別想要介紹的是 這十組一鎮的運動會 那當然我們知道運動會它跟競技有關 我們在復展的方式也是把它排成票格子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個遊戲的一個想法 這幾件作品是比較特別 它每一件都是可以獨立的 那它裡面有一小段的文字 跟它的比較空間感的一個縫線去做 主要畫新的搭配 如果是古典的美女的話 我們都會想過 我們對美少女的概念一定就是 氣質美麗然後優雅然後大方 我想要做的是比較屬於我自己風格的一種 顛覆的畫面 所以我在想的就是 把女性做成那個叫 我想要製造一個 醜跟可愛中間的 最極致的那個交界線 所以我就把 爆牙、青春痘、一字眉、牙套 這幾個元素 然後揉合讓它變成一個可愛的美少女 所以它又有一點青春無敵的概念 這是在夢中青人展出的作品 是我今年的新作 那我也在其中 嘗試了一些像是 在顏色上、造型上 還有內部細節的調整 像是在沒有人的草地那件作品 它身形是一個比較飽滿的團塊 那仔細看 雖然它是以綠色為主體 但裡面其實還有長了很多 顏色上的堆疊 那像在胡之中這件作品的話 它的外型是有一些 像是蝴蝶意象的元素 去拉扯它的衣服 那裡面的話 它藍色的部分是 有點像是水的意象 那裡面仔細看 其實也看得出來說 有一些比較 若你若現的細線 其實是牽著蝴蝶的 這件是七仙女光明燈 那它是結合了送金的機器 去做這一個裝子作品 圖像呢 是七位值得被膜拜的象徵 例如 選美皇后 還有嫁進桃門的貴婦 然後美食天堂的主婦 都是我們在社群網站 可能大家會持續關注 然後很有很有人氣的象徵 那尼瑞宏它長期就是在 做關於社群網路的作品 所以它有很多的作品 就是在反映一個現象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 現在人的夢中情人 這次在夢中情人展出的作品 是我一直以來 都在經營的一個 架空世界的一個部分 從我小時候 就一直經營到現在 這種小時候 所衍生出來的一個 架空世界 它有一個特殊的名字 叫做小宇宙 大部分的人 他們都會 因為長大的關係 然後變得比較現實 所以這個小宇宙就會不見 這裡面的人物 是我一個理想中的樣子 因為我要創造一個世界 所以它那個世界 要有一個完整的一個樣貌 從建築啊 語言 服飾去建構出來 也在獨立創造出 一組完整的語言 我覺得其實 繪畫對每一個創作者來說 都是在療癒自己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有蠻多 可能是文化的關係吧 很多人都很壓抑 然後莫名其妙覺得自己沒自信啊 值得愛啊 可是他們其實都很好耶 因為當你在創作的時候 在完成那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的自我價值 其實會被揚升 如果還有一些猜明的 是不是我還有什麼部分沒有去釋放 那這就是我接下來的功課